主委好 我想金控加速太多 大家希望金控能夠合併 都一直有這樣的聲音 不過最近受到矚目 在上個月的時候 有關於中信要收購星光人壽的案子當中 我覺得還要有制度面當中 要來跟主委來做一個探討 有幾項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明明在2018年的時候 已經修正通過的 金融控股公司投資管理辦法的部分 就是以10%來定義 原來是所謂控制性的持股 然後把它明確有把它數字化 但是以中信提出來的 他們要收購介於10%到51%之間 但金管會卻說 10%無法確定絕對的控制力 那明明投資計畫書已經寫10到51 那為什麼憑什麼論定 他說沒有絕對的控制力呢 是 報偉 其實是這樣 因為我們如果說按照公開收購 他的概念他是提出10到51 10到51 那就代表說他只要收購到 假設他期限結束 只要收購到10% 這個公開收購就像成立 但是假設這個10% 確實沒有具有控制力 那還有一段時間啊 主委 還有一段時間啊 他只是差期而已嘛 就是因為我們擔心一個市場秩序論 比如說 現在假設這個標的本身就有兩個不同意見的 10%是你們那個金管會的規定耶 為什麼10%就沒有 不然你就把10%改掉啊 是 我們最近呢也可以來檢討這件事情 改天那一家寫10%也不行 那就按照你的管理辦法改的啊 這個10%只是個門檻要看條件而定 比如說 你們寫就是10%嘛 10到51% 那你只要寫10到51% 為什麼 你確定他做的到10%就會停止 你怎麼憑什麼做這樣的主觀認定 這第一個我要挑戰你的是說 你的10%是你們定的 控制是10股把它數據化也是你們定的 你憑什麼認定說這個個案沒有辦法 是 包括委員 這第一個 第二個荒謬的地方在哪裡呢 依照公開收購公行公司的 有價證券的管理辦法第八條當中 你得以現金一根有價證券的方式 用對價的方式來進行收購 是 那你們又提出說要100%的現金收購 是 跟委員報告一下啊 這個是公開收購辦法 但是呢金控投資只是說 你如果經過我核准以後 三個月之內 你要用公開收購辦法 一次購足 其實當年時候呢 其實等於說我們的金控整併 是公開收購的特別規定 就是說我們今天來講 一般的公開收購確實如正期局 他們訂的 對一般公司適用 它有說有現金跟股票 但是我們從過去的例子裡面 我們有這麼多案例裡面 只有六件 包括所有的是有含股票 大部分都以現金 其實一樣這個概念 那以後你就標示清楚嘛 對不對 這個確實法規上面 我們沒有顯得清楚 對啊 你們要標示清楚啊 對啊 明明法是這樣的規定 你要說這個一定要怎樣怎樣 你就事後來做一個 說明解釋 Yes or No 都是你在講的 那依照法來做申請 不就出了問題 我現在不是為重心講話 我是用體制的方式來講話 將來你如果要合併 合併 金控合併的話 你總要一個明確的遊戲規則出來嘛 確實遊戲規則明確是非常重要 要明確 非常重要 第二個 第三個 你就說 你無法掌控星光人壽的損益 星光人壽是 合企大的 這一個 一個金融公司 而且他常常出了很多 有的沒有的狀況 不論是投資錯誤啦 或者是被不斷的 被金管會裁法 這個就是第三者來說 怎麼一下子 可以理解星光人壽的財務狀況呢 我如果沒有進去當董事的話 我講白一點 我即便當董事 當了一年還搞不好 不一定理解喔 對 這也跟委員報告一下 為什麼會提這個意思喔 這其實上 我們 因為可能他的 他的計畫說 我們也不方便公開 也不方便跟大家報告他怎麼寫的 我只是跟各位講說 當你要去收購一家公司 你對這家公司的內容 都講不清楚的時候 我很懷疑 你那個價格是怎麼訂出來的 我是說財務狀況 你們寫說財務狀況要掌握 財務狀況掌握 這何其困難啊 我講白一點 我自己也當過 某個金控公司的那個工股董事啊 我搞了一年多 我還是搞不清楚 那財務狀況 一平坡都會非常有限 確實財務狀況 要完全掌握 我想大概是非常 但是我說 就以這麼大一家的公司 你要去收購這麼大的公司 你要對你的股東負責 你對你的開價 對這個內容 你應該有一定的掌握程度 主委 接下來我們還有機會 推動這個合併案 你不要 太多的行政解釋的空間 讓法令上的規範 變流於形式 不論10%的量化也是你們弄的 還有包括這一個 規範那個股票的對價收購 也是你們弄的 還有包括所謂的第三人的 這種情況底下 如何了解 購併對象的一個財務狀況 這個都過於嚴苛啦 我覺得是因 不是因人設事啊 是因人來賭事啊 是委員指證的 就是說假設我們的法規 沒有很明確 這我們來檢討 來努力 但是就是說 剛才那個邏輯 並沒有說前後衝突 其實 因為當初定了規定的時候 這個情境 每一個情境 這只是一個 比如說申請的門檻 並不是核准的標準 我們來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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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檢討